小方不单是行驶工房转换 而手速也越来越快 难道这还不是他们的手速峰值吗 队长这手速标的也太快了吧 散人没有大招 队长完全没有必要放弃自己的优势 跟散人凭手速过来 他不是一气勇士 他是缺陷这样能够打开野匈 才敢放手一波 可手速达到峰值之后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队长现在就完美了 那后面的比赛怎么办 如果这不是峰值卡 这还不是峰值卡 你们不知道 孙祥为了准备这场比赛 而付出了多少努力啊 洛花掌路上 不对啊 刚才那个洛花掌 叶秋明明可以躲得过去啊 他怎么就躲了一半 不是躲不过 而是没想法 为了这场决赛 加持为一叶之秋进行了装备升级 包括攻击范围 速度 攻防止 都发生了调整 所以对叶秋而言 眼前的这个一叶之秋 其实是他最为陌生的状态 那老爷不只会知道爆吗 前辈 这有气无力的可不像你啊 就这样打的话 你还怎么让我输得难看呢 我们看到一叶之秋 持续压制军末校 面对孙祥的攻势 叶秋大声好像有些招架不过来了 继续这么下去 老爷可要输啊 目前军末校血量已经不多了 而且节奏完全在叶之秋手中 叶秋危险了 哎 现在你可以像个NPC一样 等血量剩下百分之十的时候 触发一个暴走 红血暴走 这个主意不错 难得比赛一场 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可灵吉祥 这么少依靠射程 逼毁叶之秋走位 叶弟兄侧面躲避 企图让他这么小背身 不好 来我们看到 被回旋手里剑接受 这是什么时候扔出的手里剑呀 回旋手里剑 为什么我管我没有注意到 天啊 厂商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不就要居然扭转的败局 你这新装备真是让我吃了不少 不过亏吃多了 昨天有些回报啊 不是吗 移动速度增加了三 五级攻击范围增加了五 物理抗性增加了二百升 将至时间少了零点零一秒 难道你一直故意卖血 找我新装备的破绽 我收回之前拿了 孙晓 你确实不好对付 不过接下来 你不会再有机会 我怎么听到的 没找到我 这人是人才可以 恩爱的 来 我能够再带 你去想不开 那边的 你去想不开 我能够再带 我能够再带 你去啊 我能够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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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数多地 我能够再带 你去吧 ūya 太精彦了 真是神仙打架呀 中文字幕——YK 练书兄 红龙香蝶 这是全胜一击啊 是否要是人避开了 龙开头吗 是龙回头啊 红龙香蝶命中 这是新的技法龙回头 加世战队不非是右斗神的战队 他们代表了龙药战斗法师的最高水平 漂亮 漂亮 比赛结束 真想把握了最后的机会 加油啊 加油 这 取得胜利的是君墨啸 居然是老爷爷吗 这场比赛到最后时刻都是顺其万片 来 让我们看回放到底发生了什么 君墨啸借用佛容祥天的抓取效果 将自己送到一夜之救命 趁佛容祥天四方的僵持打出了一击天机 但也正是依靠这二十几以下的低阶技能格挡 君墨啸抢回了百分之零点零三的血量 也正是这百分之零点零三的血量 被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啊 本场比赛太精彩了 终结经理的百分之零点零三 决定了比赛的胜负 我宣布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君墨啸 高手 厉害 不断地努力训练 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 今天的孙向 已经成为了真正的路上 这一次我不光要打败叶秋 我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孙向靠的不是一夜之秋 即使我俩站在同一起跑线 最后的赢家也一定是我 更好 倒是 命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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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第一次 说了让你别嘚瑟 一夜之秋输了吧 不是一夜之秋输了 是我输了 今天我明白一个道理 不应该由角色去成就我 而是应该由我们 去成就这个角色 他真的很强啊 用你说 有机会 你去打败他吧 老叶 你怎么出来了 你不是还有零点零三的血吗 你继续加呗 反正你就这么不要脸了 就干脆不要脸的笔算了 还是说 你想给你们的新人一些机会 干得好队长 那么一夜之秋输